- 了解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喵です 其實台版很快就要實裝潜水艇系統 那潜水艇系統究竟是怎麼回事? 其實真的要說起來還滿多東西要講 那我这边会分上下两集 那上集跟你们讲解一下所谓的反潜系统 你要知道如何反潜 你才可以去打到所谓的潜水艇的装备 那潜水艇的装备跟我们一般的水面部队用装备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第二部分我会教你这个潜水艇的应用 潜水艇到底该怎么用 潜水艇的养成到底该怎么去养成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今天的这个反潜的教学 好当你通关3-4之后呢 那系统马上就会送你一只潜水艇 还有这个对潜的设备 这是一个声纳跟一个这个水雷的投射机 那声纳是可以探出水底下的潜水艇 那这个投射机呢是可以对这个潜水艇做攻击 但是这两个设备非常的重要 不要看它是白色的 其实只要是白色的就可以陪你打到天荒地牢 好那接着我们把这两个装备呢 直接装在我们需要装备的船上面 那这个船只有轻巡跟驱逐可以装备这个对潜设备 重巡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对潜值 所以只有驱逐跟轻巡可以装备 那装备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出发去打我们的救援关卡了 好回到我们一般海域上面我们看到右下角多了这个救助的信号 那点进去看呢 按下这个发信云探知之后 他就去搜寻有哪边是会发出求救信号 要我们去救的地方 好当他探知到了四张海域按下确定之后呢 就会直接到这个关卡里面 那这个关卡就是俗称的四之五 因为这边最大的四之四嘛 那这个四之五就是我们所谓的救助关卡 那这个关卡等级都会比四之四来的高一些 好那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配好的这个反潜部队给投入进去 一样会有道中跟打王的模式啦 好其实一般点进去看来 其实都一样都是一个打海面部队的一个方式 好战斗中只要装备我们的圣纳的话 他会有一个深纳的范围 他会不断的去探知我们水面下的敌方潜水艇 那一旦探知到了呢 前方部队只要靠近这个潜水艇 他就会投资这个投射器的深水炸弹 去攻击敌方的潜水艇 那整个水面舰队的敌人都打完之后呢 那道中就算结束了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道中队 有没有装备这个深纳跟水雷 好像是没什么差 只要你够快速可以把对方的 随便不被解决的话 就不会有潜水艇的困扰了 那比较严重的是 在打王的时候一定要装备深纳跟这个投射器 不然你永远打不到王 除非你要等王浮起来 那通常都已经是超过两分钟以后的事情 那你只会A胜而已 所以打王务必一定要带上你的深纳还有投射器 好那关于这个救助信号的一个细节 我们来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信号次数 这个信号次数跟我们的这个碳值感度上线是一样的 因为这边最大就是8级 所以这边你可以累积的次数最多就是累积8次 那它会随机时间补充这个次数 大概每半小时会有一次 这个时间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 不固定 总之它会随机补充次数 那最多你可以累积8次 到了8次之后呢 就再也不会累积下去 你就要去搜寻 搜寻会用掉 好那这个刷新次数呢 其实每个章节只会刷新一次 比如说现在我刷新了5章 那我不管再怎么刷新 永远不会出现5章 所以章节只会出现一次 该章节只会出现一次 那这个出现之后呢 它在12小时之内 你要把它打掉 你要把它打掉的话 它就会消失 那你在刷新的时候 就可能会再出现5章 那即使是你在 你想要压哨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12小时 你就站在地图里面 12小时一到 它也会强制把你给踢出去 所以刷新完 就赶快马上去救援它 打完它 好再来这个地图开放 这个地图开放呢 它这个叫做5之5 刷出来叫做5之5 那如果你没有通关5之4的话 你是没办法去打这个所谓的 救助关卡的 那也同样的道理 当你刷出这个 假如刷出7之5之后 你没有打赢7之4的话 你也是无法进入这个 所谓7之5救助型号 以此类推 所以你要打该关的这个救助关卡 一定要先通关 第四小节 好啦 那大家应该很想要知道 那它掉落的物品到底是如何 当然前面简单的地图 它掉落的东西都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些白的蓝的 所以这难度越高 它会解锁越多的这个紫色的 甚至到金色的 这个必须仰赖你 把这个海域 救助关卡的海域 打通打完 打到最高级 才可以解锁所谓的金色装备 在那之前你只能依照 每一个关卡难度 所给予的这个装备掉落 那一旦你通关最高级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十之5 第十章解锁完毕之后 全章节都会掉落 所谓的金色装备 有几率啦 不是说百分之百 有几率 三章也会掉金的 接着我们来讲 怎么样能提高我们这个信号强度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你信号提升越高的话 你越快可以解锁这个 所有的金掉落 好 那一开始 你的信号强度是3 你可以探索范围是5张以内的 3到5张 这个信号强度3 你可以探索3到5张 然后你最多可以累积的次数 也是3次 所以你全部搜索完 你一定可以收出这个所谓的5之5 因为你只有3次机会嘛 一定可以收出5之5 再来呢 你只要能够在5之5 打赢这个5之5的潜水王之后 你接下来就会升级到 信号强度4 那信号强度4 你可以收到3到6张 所以你可以等一段时间 累积这个信号次数之后 一次刷出来这么多 因为我刚刚讲的 这个章节是不会重复的 4次你就一定保证 你可以刷出这个6之5 如果你不想等 想拼运气刷刷看的话 也是可以啦 不过保险一点 还是累积满一次刷出来 一定可以刷到 你想要的章节 好 那这边6之5打完之后 你又会再升级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你每次 只要通关最高章节的 那个强度之后 就会开始往下一阶段去走了 好 以此类推 当你的信号强度到了7之后 你会收到3到9张 一样我们累积之后 只要能刷出9之5 并打赢9之5 我们就会升级到强度8 那我们最后可以打到 3到10张的这个救助信号 3到10张一样 我们的目标就是打赢10之5 不过10之5已经很难了 已经跟11之1一样难了 所以你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再去打 那只要打赢10张 10之5之后呢 就会解锁全章节 都会掉落金装备的这个设定 所以你越快能够解锁这个 全章节掉落的金装备 那你越容易累积这些 金色的鱼垒 还有我们这个比较好用的 声纳 还有这个投射机 好那前面讲了那么多 就是累积次数去刷出你最想要打的那个尾关 就可以升级了 那有人就会想说 那不就是运气游戏吗 的确 这蛮运气的 有些人很快就可以刷到尾关 然后不断的升级上去 也不需要等时间 那非洲人岂不是就玩不到游戏了 不过也没关系啦 官方也会准备了这个道具 这个按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搜救信号再增加一次 所以保证你还可以再增加你的搜信次数 这样保证你一定可以说出你想要的这个关卡 因为我说过了 关卡章节是不会重复的 刷到最后你一定会刷到你想要的 不过这个东西是蛮有限的啦 如果你真的刷不到 又不想要等时间的话 再斟酌使用这个道具 那哪里还可以拿到我们的那些反潜装备呢 你可以在这个兑换里面 物资里面会有一个初级的潜水装备 那这个两颗是卖20个勋章 那这边就会有低几率出现蓝色的反潜装备 还有一般的反潜装备 有声纳啦 有投射器 还有我们的潜艇鱼雷 这都有可能会开得出来 开完之后呢 它会跑到仓库里面 那你去寻找素材 最底下应该会看到这个 初级潜水艇的装备箱 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投射器 跟我们这个蓝色的潜水艇鱼雷 当然你说这东西值不值得一直在买 我是觉得不用一直买 刚开始你买个一次两次 有基本的装备就够了 我刚才也说 只要是白色的这个反潜设备 就够你打一辈子 你不用追求到一定要多好 白色就很够用了 那两个三个差不多就好了 尤其是声纳 声纳基本上你只要一队带一个就够用了 一队带两个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它只会产生一个效果 那投射器是可以一次每个人都丢各一个 它可以增加你对BOSS的输出 好再来这个每周这个通伤破坏呢 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反潜设备的来源 我不知道台版会翻什么啦 那日版这边是翻通伤破坏 那每周你可以打两次 那这边就会有所谓的我们的反潜的装备在这边 那一进去当然有分等级 那我们一开始当然没办法打最高级的 我们可以从初级的进去里面打 那当然你要打这个关卡 你掉潜水艇 最好是两台以上 刚刚系统会送你一台 那可能看你到时候活动啊 或是在特行监督的时候 有抽到再补上去就好了 我们进去打一次给你看就知道了 基本上这边只能使用手操 然后呢敌方也会有所谓的鱼雷探子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运输队 打赢这个运输队 打爆这个运输队我们就会得分 那不要碰到这个水雷 这个水雷会造成我们的伤害 碰到就会损伤了 那你要切换的话 点选这个去做切换 因为他氧气不足的时候 他人会浮起来 浮起来的话就会被敌方侦测到 会对我们一阵痛打 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这个 运输键给打爆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分数 那分数加总超过100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励了 其实还蛮简单的 每个礼拜打两次 那随着累积 装备的累积上去强化 你可以打更高的关卡 那当然潜水艇的等级也会影响到他的输出 潜水艇越高级你打这个关卡会越轻松 最后关于潜水艇有没有必要马上抽出来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不要马上抽出来 除非你是欧洲人 除非你是有钱人 你千万不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潜水艇抽好抽满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坑 非常毒的词 最好是等活动 有潜水艇的活动 在一起抽出来会比较好 反正你的装备也还没到位 慢慢打装备 慢慢升级装备 慢慢养潜水艇才是你玩这个潜水艇系统最好的方式 以上是今天对于潜水艇系统的一个基本介绍 下一集会讲有关于潜水艇的养成 潜水艇的应用 装备的挑选 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草妹牛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